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随着马丁路德今日的结束 参众两员的议员们也纷纷回到了工作岗位 开始就投票权的立法进行讨论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竖莫强调全国的目光都将聚焦在 本周参议院发生的事情之上 如果两党的协议达成 最快会在明天早成开始投票 但如果没有达成统一 预计会在周四进行第一轮投票 按照目前的形式来看 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将投下反对票 而如果民主党希望绕开 共和党就必须获得 党内50名核心成员的全票支持 但目前温和派的代表 曹曼清依旧举棋不定 这份关系到未来民主投票的法案 将持续引发各方关注 今天在参议院的广场外 已经有抗议者开始出现 其中有几名展开了绝食抗议 另有大约30名抗议者遭到逮捕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数据 自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以来 美国至少有20%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 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达到777453例 日均死亡病例达1797例 加州人口最少的高山县 今天早上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因为Omicron病例在该地区飙升 位于南太浩湖以南的高山县 关闭了学校和公共设施 公共卫生官员强声在公告中写道 该县约有1100名居民 以前是加州唯一一个低风险的县 现在它属于最高风险类别 由于缺乏员工 许多企业也被迫关闭或限制服务 根据高山县的一份新闻稿 此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预计将持续7天 该县的设施将暂定于2月1日 重新开放 微软今天以687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游戏公司动视暴雪 这笔收购也让微软成为 全球收入第三多的游戏公司 仅次于腾讯和索尼 这对于动视暴雪来说 也是个利好消息 由于该公司在去年7月 被爆出企业内部有性骚扰 和对女性员工的启示问题 尽管已经解雇和处罚了80多名员工 但其糟糕的名声 已经遭到了玩家群体的大面积抵制 其股价下跌超过了30% 而就在传出被微软收购之后 股价今天飙升了近38% 根据中国的疫情防控指南 北京冬奥会将会正式停止向公众售票 从今年1月4日开始 北京的赛事方已经开始了封闭式的试运行 所有的运动员工作人员 媒体记者都会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和管理中进行 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会在飞机降落北京之后 由专人送往当地的隔离酒店 不过中国官方还没有透露具体现场观看的细节 但澳组委会已经承诺会改为定向组织观众入场观看 而观众也必须在比赛中遵守严格的新冠防控相关要求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